《特种兵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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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看《韦斯尼》 为什么我喜欢看《韦斯尼》的书呢? 因为他每一本书都会加入很多神秘元素 例如特务或关于外星人 都会令人感兴趣 就想继续看下去 我最喜欢的书叫《特种兵部队》 这本书讲述了一些青年 他去特种兵部队训练 其中有一个章节我很喜欢 就是青少年睡觉的时候 教官就把他们的手锁在床架上 青少年醒了之后 发现自己被人扣在床架上 其中一个很聪明的 他们想了一个老牛背鱼的方法 把自己搬进去教官的休息室里面 然后拿到锁匙解开手扣 因为这个情节很有神秘感 而且很紧张 我印象很深刻的书就是 很出名的一本书叫做《爱心书》 那本书呢 他就讲述一个男生 他问一棵书 经常拿东西 而那棵书呢 也都很慷慨地 给那个男生不同的东西 其实呢 透过这本书呢 我就可以学到要慷慨 就可以知道做人处事的道理 我经常透过看书都可以学到这些东西 亦都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 那我觉得呢 看书除了可以增广见闻之外呢 亦都可以令到我们在作文的时候 文笔就更加好 而且看书都是一个很好的休息的方法 看书呢 是可以令我变得很快乐很开心 当我很伤心的时候呢 我就会看一些好笑的书 去令到自己更开心 当自己愤怒的时候呢 就会看一些很有爱心的书 令我没那么愤怒 我觉得阅读对我来说的意义呢 就是透过作者写的文字 就可以指导作者想表达的思想感情和资讯 去体会不同的东西 知道世界各地不同的资料 亦都可以学到不同人生的道理 那这本书呢 就主要是讲解 这个世界 这个地球上面呢 有很多不同的灾害 自然灾害 那和他们的形成方法 他亦都带出了几个道理 例如要珍惜现在现有的环境 物资和要好感爱护这个大自然 《消失的海底城堡》呢 就是《消失的风景线》系列的其中一本书 我选了第二个故事 就叫做《小宝的奇异之旅》 小宝是一个宝特瓶 有一天 他被一个小孩子踢了到河里面 过了一阵之后 他就被漂浮到大海里面 结析了小透 这个好朋友 小透是一个索料袋 经过漫长的时间之后 小透被海龟吃了落土 但是呢 因为小透 令到海龟不能吃东西 所以海龟死了 我选这个故事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 可以令到读者 不会去扔垃圾到海洋里面 可以增加环保意识 好的 这本就是《搜寻梦想》 主要讲及一个三指钢琴家 王外欣的奋斗故事 王外欣一出生 就只有三只完整的手指 但他就很喜欢弹琴 由中学的时候就很努力 一直努力地练习彈琴 最后就成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钢琴家 因为其实我表弟 他经常跟我说 就说练琴很辛苦 还要是弹琴的时候 有时候弹错音 令到自己很不开心 很不想再继续去弹 那我就觉得呢 可以透过这本例子的故事 可以鼓励一下他 去努力练琴 这样就可以令他没有那么辛苦 可能得到一些心灵的位值 我会考虑下一些比较厚的书 例如《海底两万里》这些名著 第一可以消磨时间 第二可以一次过看完整本的名著 也不会被人骚扰 我应该会选择 雁龙的儿童文学精选择 因为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文章和故事 可以百汗不厌 我会选择这本书叫做《危难求生手冊》 这本书讲述了一些危难的时候 你要怎样做 其中在荒岛上用到的呢 就是这一页 它呢 教了你当你在没有火柴的情况之下 如何去生火 所以呢 这一本呢 就是我想带到荒岛的书 了 在荒岛上用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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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岛